妈 妈 在家呢 妈 我们来看您了 你俩咋来了 妈 您看您 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您还生气呢 我知道 我爸那个事吧 是我这个做儿子的不对 那段时间工作实在是太忙了 这不 一有空 就带着您儿媳婦过来看您了不是 是啊 妈 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有啥事 说吧 妈 你看这事都过去大半年了 这我俩知道错了 您看 我们买了这么多礼品 专门给您赔礼道歉来了 妈 您是不知道 您这孙子现在长得特别可爱 难道您就不想您孙子吗 要不您就收拾收拾 跟我们去城里住 这顺便帮我们看看孩子 在这儿等着我呢 还说回来看我 给我赔礼道歉来了 这最后的目的 不就是想让我给你们带孩子吗 你们都一年多没回来了 就连你爸走的时候你都没回来 你爸走了都有半年多了吧 咋了 现在有事了 知道找妈来了 儿子 你不是把你丈母娘当妈吗 这买什么东西都可是给你丈母娘送 你给你亲爹亲妈买过啥吗 带孩子你想着找妈来了 你咋不找你丈母娘带呀 我该你的呀 妈 您看 这个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您还生气呢 我这不是带着萌萌来了吗 就是给您赔礼道歉的 妈 再说了 我是您儿子 咱娘俩这血缘关系 是永远斩不断的 您啊 这辈子永远都是我妈 我爸这个事吧 确实是我不对 要不您看这样行吗 我回头啊 我多买一些纸 然后去我爸坟头上 给我爸烧纸 给我爸道歉 行吗 是啊妈 您看我俩这上班 每天都可忙了 这孩子呀 根本没人管 您难道忍心 您这孙子没人带吗 是不是 再说了 这我妈自己有俩孙子 已经每天够她忙的 哪有时间管我们呀 妈 咱们这个家 就只能靠您了 儿媳妇 你亲妈没空带孩子 你让我带 我该你的呀 你给我滚犊子吧你 还有你 臭小子 你刚才说那话 是人话吗 还上你爸坟前 多烧点纸 你爸买哪 你知道吗 你上坟烧爆纸 你糊弄鬼呢 你爸活着的时候 你都不孝顺 现在他埋了 你好什么玩意儿啊 还指望我给你带孙子 你自己都这个熊样了 我凭啥给你带孩子啊 我儿子我都指望不上 我还能指望上孙子啊 儿媳妇 还有你 你自己亲妈 没空给你带孩子 你也别指望 我给你带孩子了 你有这闲工夫 还不如出去找个保姆 你在这跟我说过天 都没有用 我没那个责任 也没那个义务啊 妈 这请保姆 我们哪放心啊 再说了 就我们俩现在这个经济条件 这也不允许啊 哪有当亲奶奶 不管自己亲孙子的 我说您啊 您不能光自己享受 你管管我们俩呀 嘿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是 孙子 亲孙子 是我生的吗 是我生的不 我凭啥带啊 我是这小子的亲妈 她都不养我 这隔背的 我凭啥要管啊 这是其一啊 这其二 这哪条规定 这奶奶就必须得带孙子的 有啥明文 还是有啥规定啊 没有吧 我凭啥带啊 这其三 经济不允许了 你找我来了 经济允许之前 你不都找你亲妈去了吗 你不都相信你亲妈了吗 这咋的 现在你亲妈又无上了 你找我来了 还有 你们说我想福 我想什么福了 我也想想想亲福啊 我也想安度晚年 可你们谁让我想福了呀 啊 这老伴也走了 儿子又认了个新妈 我是干啥的呀 还跟我有血缘关系 你们还知道有血缘关系啊 这血缘关系是个啥呀 啊 你跟你丈母娘可没有血缘关系 你咋跟他那么亲呢 你们把我当啥了 我是你们保姆 还是你们佣人啊 我凭啥给你们带呀 来来来 你们跟我说一下 一二三 我凭啥给你们带 妈 您就别推脱了 这我俩呀 是真的想孝敬您 您就听我们的 跟我们去城里住 那城里的房子 又宽敞又明亮 还干净 比这儿呀 墙太多了 您去了呀 也就是顺带 帮我们看看孩子 妈 您就跟我们去吧 对呀 妈 您放心 您只要跟我们走 我们一定要把您 当一个老佛一样 给您供起来 什么心都不让你操 还有吃有喝的 那多好 是不是 妈 还有件事 我听说您 现在一个月的退休金 能有七千多 是不是 要不您这样 您给您大孙子 报个班怎么样 现在都说 这个教育 要从娃娃抓起 您这个当奶奶的 不得给大孙子 做点什么呀 你说的这叫什么 放屁话呀 我还得给你们带孩子 我还给你孙子 报个什么班 这班那班的 跟我有啥关系呀 那是你们的孩子 又不是我的 我自己儿子 都这个熊润 我还管啥孙子呀 你怎么好意思 说出这话呀 还惦记我那 七千多块钱 我那七千多块钱 是我自己挣的 我退休了 给我的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我这七千多块钱呀 我可以老大用了 现在你爸没了 我一个人了 我可以报个团 我出去旅旅游 我跟姐妹们转一转 我玩一玩 我溜达溜达 我买点 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出去玩一玩 我开心开心 我爱吃点啥 吃点啥 我爱玩点啥 我玩点啥 我高兴了 我找个老头 我整个第二春 这咋不行了 别跟我讲这话啊 我那七千块钱 你们还垫定上了 还上你们家当老佛爷 你拿我当孙子呢吧 我上你们家 还得伺候孩子呢 我还老佛爷 别跟我讲这些屁话啊 别跟我来这一套 我走 哎呀 妈 你瞧您这话说的 那怎么 这个咱俩这血缘关系 您以后百年之后 这房子票子 那不都是我的吗 那我现在就是想 提前拿出来用一下 那都不是一个道理吗 妈 我可没见像您这样的啊 既不带孩子啊 也不给拿钱 那我可把丑话说前头了 你现在不管我们 等你百年之后 我们也不管你 哼 我还能指望上你们管我吗 啊 还我百年之后 我现在人活着 你们管过我吗 儿子 我问你啊 从你结婚那天开始 你回过几趟家 你管过这个家吗 还我孙子 我必须得带 还天经地义 儿子 我就没听说过 奶奶非得天经地义的带孙子 我只知道儿子孝敬妈 这是天经地义的 你们别在这跟我说什么天经地义啊 你们怎么有脸说着这样的话呀 啊 你们结婚 我跟你爸攒了一辈子的钱 给你们买了一套婚房 两百万呢 你咋不知道让你岳母 掏这两百万给你们买呢 你咋知道跟你岳母亲 咋知道给你岳母孝顺 你咋就不知道孝顺你亲爹妈呢 行 今天啊 正好你们来了 也省得我去找你们了 那套房子 是我和你爸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买的 那房子是我买的 我买的 成立那套房子 我告诉你们 我要收回来 要不然 你们就出两百万买下来 要不然 就给我搬出去 我凭什么 妈 您儿子这么没出息 他生哪儿挣两百万呢 再说了 我当初能够嫁给他 不就是看在那套房子的面子上吗 要不然 我怎么可能嫁给他呀 现在是婚结了 孩子生了啊 你们现在过河拆桥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你现在立刻马上 必须把那套房子过河到我的名下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别吵了 妈 你那个退休金我也不要了 孩子也不用你带了 行了吧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段啊 你百年之后 别指望我给你养老 听到没有 还有啊 你之前说那个成立那套房子 你老早就答应给人蒙蒙了 你现在必须得把那个房子过户给蒙蒙 要不然这件事咱俩就没完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你跟谁没完 跟谁没完 你还跟我没完呢 我凭啥要把房子给你们呀 那房子是我跟你爸挣钱买的 我凭什么给你们呀 我给你们买房子 是指望你们能孝顺 可我往往没想到啊 你们哪个孝顺了 你爹埋的时候你们都不回来呀 喜马带孝都没个人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样的话 老公 你干嘛 怎么这样啊 你给我闭嘴 还有你 我儿子都跟我没完了 你还不罢休 人家都说有个好儿子 就有个好儿媳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丑毛利剑 儿子 我今天还就告诉你了 从你爸走的那天开始 我就发过誓 这个房子 我是不会给你 你这个儿子 我也不会要的 你现在就给我滚 哎好妈 妈 我知道错了 您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嘛 不行吧 你看妈哈 我是您亲儿子啊 我是您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那怎么我身上流淌的血 那不都是从您身上流出来的吗 对吧 您这个再说了 您百年之后 您这个房子能飘的 那不都是你们的吗 我妈您放心啊 我保证 等您百年之后 我一定两年老 那还不行嘛 对对对 妈 我们俩呀 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不会不管您的 放心 哎呀 叫你们说这话啊 我还能指望上你们啊 你们说这话谁信呢 你们昨天问问走道了 去问街坊里去 她们能不能信 我问你儿子 你们要不是为了这房子 不是为了让我带孙子 你们能不能看我 哦 我有用了 你们知道有我这个妈了 我没用了我是谁啊 我走大街上 你们认识我这个老太太吗 还百年之后吧我 我活着还得不孝敬 我还指望你们百年之后啊 我都咽气了我还管那事啊 我还是那地方 你一伙都养成这个熊样了 我还能指望上孙子呀 谁规定那个房子 就必须得给你呀 你出国一分钱了吗 我给你 我告诉你啊 这房子我一定有安排 我合计啥呢 我找个老头 哎 我也找个老伴过日子 如果老头家的孩子孝敬 这房子我就送出来 如果不孝敬 你不把房子卖 就跟老头俩 我们上养老院里 到此呢 咱们就不用再来往了 妈 你怎么想啊 还想把这个房子卖了去养老院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的钱还有这个房子 都得是我的 你真的是这个话讲出来 你不怕邻居笑话你吗 谁笑话我啊 看你不同意 你算个啥呀 你不同意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咱们俩都无意其分 没有了 你们啊 赶紧把那房子给我藏出来 妈溜着给我滚 以后也别再来找我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们给我滚 什么 滚 滚